耳朵的变化竟然和肿瘤也有关系 耳朵不是用来听声音的吗 能和肿瘤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 研究发现 肿瘤最常见的耳部变化表现为耳阔或耳穴部位的局部隆起结块 以及其皮肤色泽的变化 如花斑色泽沉着 临床发现 多种恶性肿瘤的病程中均可出现上述症象 但其中由于耳阔或耳穴的局部隆起最为多见 1972年 有人首先提出 恶性肿瘤在相应部位耳穴表现为软骨隆起 其边缘不清 不能活动 颜色呈片重白色或暗灰色 压痛明显 继而观察到原发性肝癌病人 在耳穴肝区局部有梅花样排列的环形下陷 斗门癌在耳轮角消失处 呈现玉米粒状高低不平的变化 临床研究证实 恶性肿瘤除上述肉眼可见的耳部变化外 还可在相应的耳穴部或区域出现痛敏热敏 局部皮温升高 电特性发生异常变异等现象 并且可通过耳穴电探测法进行检查定位 人床对5万余人次的人群普查 发现该法灵敏度较高 有一定的特异性 对大多数的肿瘤出筛具有积极的临床意义 对于消化到肿瘤 原发性肢气管肺癌的诊断 具有更高的参考价值